隋阳帝哪些错误的举措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李渊父子又是如何苦心经营 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 陕西师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大唐开国上部第一集 虎聚龙盘 在描述历史的时候 史学家往往把隋朝和唐朝合起来称呼 叫隋唐时期 这不仅仅是因为唐朝取代了隋朝 更是因为唐城隋制 唐朝保留了隋朝的很多典章制度 比如科举制 就是隋朝创立而在唐朝发扬光大的 甚至连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 本身也是隋朝的官员 而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 隋朝虽然只是一个短暂的王朝 但却又是一个富裕的王朝 甚至古人也发出了富墨如隋的楷探 而这样一个富裕的王朝 仅仅存在了三十多年就灭亡了 那么隋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 而在隋末的乱世中 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大唐王朝 正在酝酿之中 他以不可逆转之事 最终顽强崛起 但乱世之下风云变幻 谁是英雄 谁是萧雄 谁难堪大任 谁众望所归 各股力量此消彼长 很难区分 那么在这关乎天下苍生 关乎江山一统的大棋局中 李渊父子究竟是如何苦心经营 在隋朝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呢 陕西市范大学于庚哲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大唐开国上部第一集 虎聚龙盘 唐贞官九年五月庚子日 太上皇李渊呢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撒手人寰 那么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 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在他的唐王朝之前是隋朝 隋朝想国只有三十多年 隋朝之前 北周 北齐 分别想国也就是二十多年 当时南边还有一个陈朝 想国呢 三十来年 也就是说 李唐王朝是在一系列的 短命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那么当太上皇李渊 临去世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 一个新兴的王朝 正在蓬勃的发展 政治制度得以确立 国民经济得以恢复 国家走向了安宁 你要知道 这将是一个想国三百年的强盛的王朝 所以等到李渊去世的那个时候 他心里头应该感到的是欣慰 这一切 都是他一手缔造的 这都是他的功劳 时光忍然 一千多年过去了 现在啊 说实话 你要说起大唐王朝 留给我们一般大众 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我想肯定很多人会提到 武则天啊 唐太宗啊 提到这些人 尤其是那唐太宗 李渊的儿子 叱咤风云千古一地 你看下他的那个陵墓 昭灵 每天游客如之 可是 唐高祖的县陵呢 相比之下 就要落寞了很多了 这张照片 就是我本人拍摄的 我当时啊 自己自驾 来到了县陵 来平调唐高祖 跟这个昭灵比起来 县陵真是冷清多了 第一 没什么游客 第二呢 周围 可以说 除了树木之外 除了一个无颜的树木之外 几乎是一无所有 就是点麦田 旁边有一个村庄 就是这样 今天咱们这讲座 说白了啊 不是给这两位 父子皇帝 来断是非来的 他说谁更能干 谁是大唐开国的第一功臣 咱们不是来讲这个的啊 你说实话 历史人物很复杂 你不能用能干不能干 或者用善与恶 这样的黑白世界观 来区分他们 两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起到了不同的这个作用 而且坦白的说 我要说 说是一个国家建国的过程 那也绝不是 这么一两位英雄就可以决定的 决定历史发展走向的 是经济基础 和人民群众的力量 这一点我们是不可否认 当然 作为领导人物 英雄人物 他们在这里面更显眼 更夺目 这点也是我们要承认的 整个唐王朝建立的过程 就是一个由分崩离析 走向统一的过程 由动乱走向安宁的这个过程 也是各种势力啊 互相角逐 互相角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因此啊 大唐的开国史 我们可以说 它是一部英雄交响曲 人物众多 而且这个曲调可以说是波荡起伏 家族的背景起作用 个人的能力起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的那个社会组织能力和号召力 也在里边起作用 而且我这么说吧 这段历史 把中国历史的一切特质 都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有光明的 有黑暗的 有正能量的 有负能量的 但是这就是真实的历史啊 历史不可能永远是小夜曲啊 历史是一个多种元素 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实体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 我们这个讲座 就要把这段历史展现在 大家的面前 我们现在纵观 从这个南北朝 到隋唐建国的这个历史 我们会发现啊 中国的南北方啊 曾经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南朝更多的保留了 汉位以来的 传统文化的那些特质 而北朝则注入了 草原游牧民族的 新鲜血液 到了隋朝 大一统 实现了民族的融合 这也就为后来圣唐 奠定了一个基础 你要知道 隋唐帝国的特质是什么 隋唐帝国的特质就是 一方面 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基本特质 另外一方面 又保留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些文化特质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在整个这个历史阶段内 历史又跃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隋唐帝国的建立 标志着中国无论是在哪个方面 包括文化方面 包括科技方面 包括制度等等各个方面 他都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你比方说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比方说 三省六部制的最后的确立 科举制的发明与壮大 另外一个新兴文学的诞生 科技的进步 女性地位的抬升 都是这个阶段 一个显著的特征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隋唐啊 其实说白了 隋唐是一家 为什么说隋唐是一家呢 原因是他们都是观隆集团成员 要说起这个观隆集团成员啊 这还是很有意思 观隆集团呢 它是西魏宇文泰 创立的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的特点是 他们主要都是由一些军工贵族组成的 这个军工贵族 他们绝大多数出将入相 当初宇文泰 要创立这个集团的初衷是什么 就是为了跟东魏的高欢集团向对抗 要最大限度的发挥 观隆地区的人力物力的资源 所以呢 创立了辅兵制 辅兵制的基础上诞生了八驻国制度 把国家的这个成年男子 平时为民 战时为兵 交给兵府来管理 然后兵府呢 交给这八大驻国 八大驻国下面呢 又有十二大将军 合起来 这二十个家族组成了 整个西魏北州权力集团的 这个金字塔的最顶尖 这就是抚兵制和这个八驻国制度 那么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 诞生出来了我们所说的关隆集团 这个集团能量大极了 后来的北州 隋 唐都诞生在这个小集团的 这个圈子里头 后来啊 有人注意到了这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你不要说清代的历史学家赵毅 他写的那个念二十扎记里边 他就曾经感慨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他说 区区一弹丸之地出三代帝王 周福人尚小 隋唐则大一同者 共三百余年 岂非王戚所惧 朔大凡兹也在 他注意到了说这不得了啊 这一个小集团里边区区一弹丸之地 结果出了三个王朝 其中有两个是大帝国 他总结为是什么呢 说是王戚之所具 当然这不是什么王戚 这是因为啊 这个集团又有汉民族的文化的血脉 又有少数民族勇武善战的这个气概 而且把握住了历史的命脉 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而且有意思的是啊 北周隋唐三个王朝 他们还互相有殷亲关系 你比方说 这里边一个关键人物是独孤信 独孤信呢 是八大驻国将军之一 结果呢 他一共有七个女儿 其中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 这是北周的皇后 四女儿 嫁给了八大驻国将军之一 李虎的儿子李炳 然后生了个儿子是李渊 七女儿 嫁给了十二大将军之一 杨忠的儿子杨坚 生了个儿子叫杨广 你看这有意思吧 独孤信 等于是他七个女儿里边出了三个皇后 而且这三个皇后还是不同王朝的皇后 其中有两个独孤信在世的时候 这俩王朝还没建立呢 这独孤信怎么就这么有眼光啊 独孤信在网上啊 现在有一绰号叫天下第一老丈人 那家伙嫁女儿这命中率太高 所以有一种说法 认为啊 说是这隋与唐啊 他不过是一个集团内部的权力的交替 这个说法他有道理 的确是 甚至于唐朝建立了之后 还大量的沿用隋朝的这个典章制度 一直到武德七年才有了自己的制度建设 还有呢 大量使用隋朝的这个救人 有网友问 独孤信挑选女婿 为什么那么有眼光 独孤信的确会非常的会挑女婿 他这个女婿当中啊 有三个皇帝 或者是说有准确来说呢 一个是现任皇帝 两个是后来追任的皇帝 也就是说 他的女儿嫁给了三个不同王朝 为什么这么有眼光呢 原因主要是在于啊 这个独孤信所在的这个西魏北周的 这个关隆集团的高度集权 在这个集团内 诞生了三个王朝 就是北周 隋和唐 而他们之间呢 又喜欢相互通婚 由此就容易造成这种小概率的事件 所以说啊 这个偶然的背后 其实是有其必然性的 隋朝和唐朝 是前后相续的两个王朝 他们有很多特质非常相似 比如隋朝和唐朝的皇室 不仅有血缘关系 甚至还有共同的出身 他们都出身官龙集团 于庚哲老师认为 隋朝和唐朝的交替 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隋扬帝如果把几个关键的步骤做好 隋朝不一定灭亡 那么于庚哲老师这么说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点 隋朝啊 国力一直非常的强盛 原人马端林文献通考里头 曾经有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啊 古今称国际之负者 莫如隋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古往今来 你要说中央政府之负数 你要计算这个的话 没有谁比隋更强了 这是元朝人的看法 是这样的 隋朝真的是很富裕的 第二一个 隋朝制度很完善 第三 法律也很完善 隋朝这个王朝啊 它跟中国历史上 其他的王朝灭亡 它不大一样啊 其他的王朝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都经历过 一般都经历过 一个明显的衰落过程吧 对不对 有鼎盛 到后来呢 衰落 衰落到最后呢 这个官逼民反 最后爆发农民起义 是不是这样 这是个中国历史的普遍规律吧 但是隋朝不是这样 隋朝是在自己的国力 达到鼎盛的阶段 突然之间 盛极而亡 从这点上来说 隋朝倒更有点啊 像谁呢 像秦王朝 他们两个是有一点像的 那么隋朝 为什么会灭亡 当然了 隋朝为什么会灭亡 那就是隋扬帝的暴虐统治 导致民不聊生 最后官逼民反呗 这点大家谁都能说两句 对不对呢 他当然对 但是呢 我这里要说的是 事情也没那么简单 您要知道啊 这里边啊 矛盾是错综复杂 不仅有地主阶级 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还有统治阶级内部的这个矛盾 所以说这里我们要解释 这么一个问题 你说为什么会在隋末农民 大起义爆发的同时 还会爆发杨玄感 那样的大规模的叛乱 杨玄感是官啊 是贵族啊 为什么会爆发贵族和官僚的叛乱 还有就是为什么最后 隋王朝灭亡了之后 政权会移交到 他的表亲李渊的手里边 隋扬帝这个人呢 其实他是整个官隆集团的一个叛徒 为什么说隋扬帝是一个官隆集团的叛徒呢 他跟他父亲隋文帝不一样 隋文帝是个正宗的官隆集团成员 他的行为做事的一切基础 都是从官隆集团的利益出发的 可是我们这位隋扬帝不一样 隋扬帝的格局应该说比他的父亲更高 他想把这个官隆集团这个小集团呢 扩大成一个全国性的大集团 适应统一的大帝国 应该说隋扬帝这个人很具有战略眼光 他的预判是正确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具体的行使的步骤 他操之过急 以至于损伤了官隆集团的这个利益 那么他有哪些针对官隆集团的一些措施呢 第一个就是大量引进江南和关东人士 这个说白了 隔着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 这叫干什么 掺沙子 怎么个掺沙子呢 隋扬帝本人在灭臣的过程当中 他接触到了南方的风土人情 他对南方印象特别好 他本人的皇后 萧皇后就是南方人 后来在内阁当中 他也大量的引进江南和关东人士 你比方说宰相当中 到了后期五分之二的宰相是江南人 另外武将当中最受他信赖的 你比方说来户尔也好 卖铁账也好 这都是南方人 等于是稀释了这个官隆集团 第二一点 隋扬帝实行了爵位和勋官改革 这个改革呀 从隋扬帝刚刚继位开始不久 也就是大一二年就开始搞了 他怎么个搞法呢 他是这样子 原先这个勋官啊 地位很高 勋官啊 要靠军功来获得 关隆集团的很多成员都是勋官 勋官获得了之后 可以享受很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优待 另外还可以姻姻子孙 所以关隆集团对这个勋官很看重 可是咱们隋扬帝上来之后 对爵位和勋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们来看一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他规定 这些话的核心意思就是说 他在实质上废除了勋官制 勋官还在 但是把勋官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荣誉称号 尤其是附加在其上的好多的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优待 没了 因子孙的特权也受损了 那你说 关隆集团能不恨他吗 那简直是恨之入骨啊 隋扬帝改革的第三一个措施是什么呢 是新建洛阳城 他继位之后不久就下令 新建新的洛阳城 放弃了原来的汉卫洛阳城 建了隋唐洛阳城 那么为什么他要建这个新的洛阳呢 原因当然非常多 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他想从地理上跟关隆集团的大本营 也就是关中长安做一个隔绝 洛阳城的建立相匹配的 还有配套工程 什么配套工程呢 就是著名的隋唐大运河 您要知道隋唐大运河 他沟通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证 洛阳的粮食和财富的这个供应 巩固他的这个统治基础 您要知道隋扬帝这个人好多举措 到了唐朝被人骂 是这个怎么说呢 说是这个横争暴脸 说是这个大兴土木 其实他很多举措很有战略眼光 你比方说迁都洛阳 兴建大运河 这就适应了中国竞技重心 向东向南转移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巡游江南等这些举措 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信号游玩 他有很多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 大运河的地位就不用说了 你还别说是隋唐帝国了 你想想到后来哪个朝代能离得开运河呀 就连元朝都把首都建到大都了 建到北京来了 他还忘不了修建一条金航大运河 修到这个北京来 你就可见运河这种布局 对一个大帝国行政 具有多么重要的这个意义 这些改革从制度上地理上 它削弱了关隆集团的这个影响力 所以才会引发关隆集团强烈的反弹 你像著名的杨选感叛乱 就是这样来的呀 杨选感那不也是关隆集团的子弟吗 杨选感这个叛乱 它为什么会发生 它作为一个关隆集团的成员 为什么要反对关隆集团的总头目 也就是隋杨帝 原因就在于你这个隋杨帝是这个集团的叛徒 你违背了我们本集团的利益 所以我要代表本集团对你展开反击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杨选感叛乱的时候 杨选感站在台上举行适时大会 他对自己的手下说了些什么 他站上来之后 他第一句话 我身为上驻国 然后底线如何如何 这就有意思了 干嘛第一句话说 我身为上驻国呀 我刚才说了 隋杨帝损害关隆集团的一个措施 就是改革勋关制度吗 所以人家杨选感上来 要非要强调我原来的这个身份 意思就是说 唤起战友们的共鸣 咱们都是隋杨帝的受害者 咱们都是当今皇上的受害者 就这个意思 隋朝是在隋杨帝的手中走向灭亡 曾经雄心壮志的隋杨帝 为什么没能巩固隋朝的香山 反而把他葬送在自己的手里呢 百家讲坛 精彩不容错过 有网友问 隋朝是在隋杨帝手中灭亡的 那么如果不是隋杨帝继位 隋朝是否能够避免二世而亡呢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但是隋杨帝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很难评说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是功过急于一身 而且功也大 功也大 他率先意识到了经济重心的难以 而且率先意识到了关隆集团的局限性 而且呢 这个他所建立的一切制度都被后世所继承 他是一个旧制度的这个结束者 新制度的一个开拓者 但是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把这一系列激进的举措 放到一块来进行 造成了民众负担的沉重 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么说 没有他也没有隋朝大业五年的那样的辉煌的成就 但是没有他隋朝的确有可能能够延续得更久一些 他这个人关键的问题呢 就在于太过激进 对于民众的承受能力 没有一个预先的一个估计 这是问题的一个主要所在 隋杨帝打压关隆集团 是为了适应建立一个大一统王朝的需要 所以 杨选杨叛乱实际是关隆集团一次不成功的反击 那么隋杨帝成功平定了杨选杨的叛乱 为什么却没能巩固隋朝的江山 最终却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呢 隋杨帝本人在其中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而且隋杨帝这个人呢 最大的问题在他最致命的缺陷是什么 他那个执行力 我不是说他没执行力 而是说他那个执行力呀 他过火 他走歪了您知道吗 他那个执行力太过火 他也不懂得怎么调节 你比如说他搞这些工程 要我说他那些工程修建洛阳城也好 修建这个大运河也好 哪一项都是责备子孙的好事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把这么多的公共工程放到一块进行 谁受得了啊 他那些工程动不动 一会儿这个一百万民夫 那个二十万民夫 当时隋朝总人口是多少 隋朝鼎盛时期总人口 据估计大概也就是六千万左右 好六千万人口 然后你这一个工程一百万 那个工程二十万 有多少个一百万能供你用 对不对 所以说说白了 他呀就是不把民力当回事 这个地方我要说个细节 您要知道他这些民夫啊 那不是说把把这些民夫叫去了 给大家发工资雇佣劳动 这是无偿的摇曳 那摇曳是非常沉重的 劳动量大 工期级 督工急迫 所以每次工程都是死亡枕级 那老百姓能对你满意吗 再加上隋阳帝本人 还有个问题 信号游玩 而且呢生活奢靡 到处去玩 飞贫众多 日日高歌艳瘾 还有过内生活 你想他的皇后 萧皇后后来回忆 说呀 这个隋阳帝呀 每到除夕夜 人家在宫廷的院子里边啊 烧篝火 问题是他烧啥篝火呢 他拿陈香木当篝火 每次烧二百车 所以隋阳帝这样的一些行为 势必会导致这个国家走向动乱 更何况这个人 还有一个致命的一点 怎么呢 这个人除了浩大喜功之外 还有一个呢 容易颓废 你看这个人性格走极端的 要么急躁 急进冒进 要么就颓废 你要知道这个人前半生啊 隋阳帝这个人呢 本来生下来就是贵公子 后来又是皇子 皇太子 再加上自己文化水平又很高 人又很聪明 前半生呢 还建立了很多的功勋 所以呢 可以说前半生是顺风顺水 结果一旦遇到了这个艰难险阻 马上 他那个性格里边的弱点就抬头了 你不要说隋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爆发农民大起义之后 他采取的措施 很耐人寻味 他原先是不让别人给他汇报这些消息 不愿意听 等到形势不可收拾了之后 他又采取了鸵鸟政策 放弃了长安 放弃了洛阳 最后带着禁卫军来到了江都 也就是今天的扬州 在那个地方过上了醉生梦死的生活 干什么呢 就等着死了 最后他在扬州遭到了禁卫军的叛变 最后被叛军所杀 我跟你说 越是艰难险阻的时刻 越是体现一个人能力的时刻 我们说自古以来的这些英雄人物 这些豪杰 哪一个不是在艰难当中诞生出来的 谁一生是顺风顺水的 按理说这是一个机会 危险越大 机会越大 可是我们隋阳帝很明显 他是不打算接受这个考验 这就是他性格方面的一个 致命的一个弱点 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说 隋朝的这个灭亡 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是隋阳帝个人的缺陷 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悲剧 那么这里边有个疑问 那你关隆集团是一个贵族集团 面对着你的最高统治者 这样的重大的过错 你怎么没有产生这个揪偏的功能呢 因为古今中外贵族集团 往往对皇权呢 有一种这个揪偏的这种功能 这是贵族集团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天然自带的一种功能 但是你这个关隆集团 你为什么不对皇帝的所作所为揪偏呢 其实第一个原因 经过隋阳帝的一系列打压政策之后 关隆集团的实力受到了一定的损伤 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纠偏不是没有 有他们的措施是抛弃隋阳帝 另找一个新的总代表 我既然无力的纠正你 那我只有一个办法 我就是把你抛弃掉 我们另立一个新人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隋末的动乱当中 有大量的关隆集团的成员 投身到反对隋阳帝的斗争当中去 同时我们也看到隋末农民大旗 由此变得越发的复杂化 所以说整个隋末农民大旗 它是一个多种矛盾的一个共同体 绝不是简单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 这么一句话就可以解释得了 在隋朝末年错综复杂的局面下 李渊可谓应运而生 他一方面代表关隆集团 担负其巩固这个集团统治基础的任务 另一方面 他又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 担负着取代隋阳帝 平定整个动荡的局面 将国家带向安定和平的使命 那么李渊在群雄纷争的局面中 为什么最终能够胜出呢 我想第一个原因 李渊本人呢 他有关隆集团核心成员的身份 这点可是太重要了 我再说一遍 您要知道 从东汉以来 中国就进入了一个身份等级社会 那时候的老百姓的思维啊 他跟我们现在老百姓不一样 我们现在说起身份等级 我们想到的是陈胜吴广那句话 王侯将相宁有种户 对吧 但是那个年代 老百姓已经习惯于这种身份等级社会 所以 他是官隆集团核心成员这种身份 八大驻国将军之后这种身份 对他的太原举兵乃至建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点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李渊这个人懂得什么呢 顺势而发 什么叫做顺势而发 比方说 羊选感叛乱的时候 李渊在干什么 李渊呢 我们可以肯定 他对隋阳帝早已经心怀不满 但是他却没有学羊选感去举兵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李渊特别会审时度势 人家懂得要找时机成熟的时候顺势而发 所以在整个隋末的农民大起义当中 他不是第一个举兵的 举兵了之后也不是实力最强的 但是他却是笑到最后的 你要知道顺势而发产生的力量 那可比一位蛮干要大得多 所以李渊这个人懂得 时机不成熟 不举事 舆论不利 不举事 一切水到渠成的时候 他才在太原举兵 而且李渊这个人说实话 这个人呢 真是很有诚服 我们讲一个小故事 那就是他当皇帝之后不久 有一个隋朝的一个旧臣 叫宇文士吉来投奔他 投降他 结果在大殿之上 这两个人之间 发生了这样一个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宇文士吉当时说了什么话 他说 臣早奉龙颜 久存心腐 网在卓郡 长夜中密论时事 后于焚音宫 附近丹翅 自陛下龙飞久武 臣时清心昔归 所以密身贡献 祭此赎罪儿 什么意思呢 宇文士吉的意思就是说 我呀 早就看出您不是一个凡人 所以 网颜 过去在卓郡的时候 我就悄悄在夜里头 跟你纵论天下之事 那意思就是说 他曾经劝李渊 要早谋大事 就这个意思 后来啊 在焚音宫 我还再次跟你说过这个话 我希望以这样的功劳 来抵消我 不及早来投降的这个过错 那么李渊听了这番话 李渊有什么反应 李渊啊 当时一听这个话 他笑了 他回过头来 对当时宰相裴继等人说 这个人 与我论天下事 距离现在已经六七年之久了 你们呢 其实啊 都在他后头 换句话说 他承认了 宇文士吉是第一个 跟他密谋夺取天下的人 时间呢 是六七年前 我们倒退一下 这个时间 大概应该在大业九年左右 那个时候李渊 在卓郡干什么呢 应该是 因为隋阳帝罚辽东 罚辽东的过程当中呢 李渊跟着 在今天的河北 和辽西一带都运军粮 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下子可好了 怎么呢 你要知道 李渊建国之后 那给自己白宫的人可多了 你想这个裴纪也好 刘文静也好 李建成也好 李世民也好 哪一个都觉得 自己是劝说 李渊太原举兵的首席功臣 结果现在大家才发现 感情我们都落后 你也不由不感叹一句说 你看这李渊装得多好 谁劝他 李渊都一副 哎哟 是吗 哦 你跟我说这个话 很有启发哦 我估计可能李渊老是 这么一个态度 实际上李渊 早就已经 有这样的一个谋划 真是城府深 连自己人 他都可以瞒得过去 李渊成功的第三个缘故 什么呢 他的部下精明强干 要说李渊啊 那个年代啊 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李渊手下 明臣猛将 可以说是多如牛某 除了这些人之外 他的儿女们也个个都不是善茬啊 李建成也好 李世民也好 李源吉也好 都是能争善战的呀 不是将才就是帅才啊 甚至他那个女儿平阳公主 那也不是等贤之辈啊 更何况还有什么 裴继啊 刘文静啊 等一大批的这个谋臣 而且 李源除了兵强马壮之外 还很懂外交策略 跟突厥之间的关系 处理的也非常的得当 所以说 李源最后能够胜利 那一点也不奇怪 李唐的建立 是对隋王朝的继承 同时也是一种纠偏 他纠正了隋阳帝的过失 回到了关隆集团的老路上来 但是 关隆集团作为一个地方性的集团 你必然与那种全国大一统的格局 你是格格不入的 你是个地域性的小集团呢 所以升级换代 这是必须的 隋阳帝当年没有完成的任务 还要由唐王朝来完成 只是说这个过程 不能像隋阳帝那样急于求成 他完成的时间会比较长 过程会比较和缓 是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关隆集团 而把中国由贵族政治社会 最后带往了官僚政治社会 这个历史进程 可是从唐王朝建立就已经开始了 李渊就曾经试图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但是他没有最后完成 任务落到了他的儿子唐太宗的手里 唐太宗也没有最终完成 最后这个任务告一段落 是在武则天时期 而最终实现这一点 则要一直到宋代 所以说唐王朝从这点上来说 唐王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时代 那么从明天开始 我们将开始讲述 李渊 李世民 以及其他英雄人物的事迹 他们就是这场大变局当中的弄潮儿 他们究竟有怎样的事迹呢 明天我们再见